新冠军 我想廣队 今次我年轻了很多 比我年轻的球员入選了香港队 相信这件事是一件好的事 代表有辨证教力球员 去不斷湧入香港隊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推動互相追求 然後新的教練來做 他都有一些新的風格 和一些好的態度去帶給球隊 大家都朝著一個可以進步的方向去走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比較體力化的球員 這個踢法上也希望我們會進行一些高壓的迫場 其實這個進取的踢法對我們來說都是很樂意見到的 自己就希望可以融入球隊 和大家團結一致去爭取更好的成績 和長遠來說都會令香港隊的踢法會更加有進步 和更加可以好看 就是可以讓球員看到我們有一個自己迫場的迫法 我想其實首先就是大家一定要目標一致 目標清晰 去知道大家要向一個什麼方向走 然後就是要穩定一致 這個是無論球場內外都要 大家在球場內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崗位 很有紀律 而球場外就是大家都是要經常去溝通 去瞭解隊友和教練 甚至是職員 他們互相溝通多些 就會令球隊可以聯合一場 我想其實就是 首先第一件事一定要不放棄 因為很多時候踢球都會遇到一些強的對手 好像今次我們每月對日本 他們都是一些很強的對手 就是亞洲裏面一線的球隊 但是我們首先就是要 心態上可以輸 就是不要打算未踢就已經覺得要輸 這個心態一定不會 而另外就是去相信自己和相信隊友 希望可以在場上做好每一個細節 可能是哪怕你每一腳的拳頭 或者每一腳的籃子 他集中在一些細節的位置上面 之後去慢慢累積自己 力度整體上會一路一路可以進步 一路一路可以去透過一些小的力量去凝聚出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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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